大家好,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如何拯救昏暗的照片。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人们看到美景或有趣的画面,大家都会想要拍照记录下来,但是往往拍摄下来的照片不尽如人意。 如何还原画面色彩,增强质感,制作出一张满意的照片呢?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 同学们,这张照片有什么样的问题?你们来说说看。 画面偏暗,特别是面部背光。 颜色不够鲜艳。 那我们今天的照片处理,就从调节亮度、增加饱和度、面部提亮三个方面进行处理。 首先,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。 画面整体提亮。 我们用到的命令是色阶。 图像、调整、找到色阶。 在色阶对话框中, 预设下拉列表框中包含了Photoshop软件提供的预设调整文件选项。 可以选取其中预设选项调整图像的色阶。 在调整图像的色阶时,可以调整不同通道的色阶。 比如,调整到红色通道,选择R即可。 我们也可以点击自动按钮,画面就会自动校正色彩。 我们还可以在色阶中选择设置黑场吸管工具。 在画面最暗处点击,再选中设置白场的黑管工具。 在画面最亮处点击。 此时,PS色阶调整就完毕了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后对比效果。 输出色阶用来限定图像的亮度范围。 可拖动滑块,或在对应滑块下参数栏中输入参数,来设置图像的对比度。 色阶面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直方图。 直方图反映了调整前的图像。 所有像素在0到255的亮度区间的分布。 将黑色滑块向右移动,发现画面变暗,是因为黑色滑块左边的色阶都变为黑色。 黑色区域变大,使画面暗部增多。 将白色滑块向左拖动,发现画面变亮,是因为白色滑块的右边都变为白色。 白色区域变大,使画面亮部增多。 将灰色滑块向左拖动,发现画面灰色部分明显变亮。 因为灰色滑块右边区域及亮部区域大大增加,暗部区域大大减少。 反映到照片中,可以看到整张照片更亮了。 下面,我们进入照片处理的第二个问题,增加饱和度。 在图像,调整,找到色相饱和度。 我们发现,当我们给画面整体调色时,人物面部也会随之一起变化,失真。 所以我们需要将背景部分用磁性套索工具抠选出来,针对背景部分进行调色。 因画面植物偏黄,我们将色相向绿色微调,并增加饱和度,使背景更加鲜艳。 画面色彩,画面色彩,我们也调整好了。 下面,我们进入照片处理的最后一个问题,面部提亮。 我们使用简单工具来调节人物面部的亮度,使面部更加白皙。 首先,我们设置简单工具大小,使其适合面部调整。 选择范围为阴影。 曝光度在25左右。 将简单工具在人物面部来回涂抹,使面部更加白皙。 好,这张照片我们就处理好了。 我们将修改前与修改后的照片进行一下对比。 一张废旧的昏暗照片被拯救了回来。 最后,我们来复习一下本课程的知识点。 1.色阶的调整方法。 2.色相饱和度的调整方法。 3.简单工具的使用方法。 用同样的方法,我们可以给更多存在相似问题的照片轻松调色啦。